櫃幣 這個按到一張 好像是 真的 還好還好 對 有 花光 焦燥 金牜 雞 酥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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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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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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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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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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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到底要不要吃呢 這個好好吃 很好吃 顏色好狩獵物的表情 你以為的冠軍 超好吃的 但是要把飯拿出來 我今天的冠軍 而且一定要用軍艦版 長條的不行 一定要用整個切好了 300 200 看我們壽司王100塊是都不吃的喔 100塊 這是日本的炒冰波金光吃喔 光是100塊 上面我們不是很喜歡吃那個梅菜菇嗎 梅菜菇其實是加工食品喔 這是鱈魚卵的加工食品 所以它其實就是鱈魚卵 然後呢 它就是我們外面買的那種名牌 它有的都是有勘雜其他的鱈魚卵 它都是純的鱈魚卵 然後為什麼那個明太子 不是有分很多種顏色嗎 對啊 那都是每一種加工方式不一樣的 但是其實很常用廠商不一樣 但是其實味道都差不多了 然後它就像這樣 對對對 平常在超市看到的這種 然後上面比較白的是沒有加工 那個就是鱈魚卵 然後下面那個就是明太子 就是已經加工過了 所以它其實是同一種 沒有加工看起來其實蠻不好吃的 難怪要加工 對啊真的 然後再來就是鱈魚卵 我還蠻喜歡吃鱈魚卵 然後因為平常看到鱈魚卵都是紅色的 但是其實是這個黃色的 它本來是這個黃色 其他的都是染色的 對 然後它就真的是鱈魚卵 然後再來還有柳葉魚卵 可是 它是說柳葉魚卵跟鱈魚卵長得很像 就是這樣 可是我不記得在台灣有看過這個 只有吃過柳葉魚 對對對 然後已經熟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剛剛很疑惑那個 超普的口 那這樣就很像廣種 而且有那個皮 對對對 台灣都是只有那個肉 對 它好像其實就是同一種 鱈魚卵 鱈魚卵 鱈魚卵都沒在吃 鱈魚卵跟那個 吃幾口 生巾子 它是一樣的 但是生巾子是 是整個軟巢 就比較可怕一點 然後鱈魚卵就是把它外面這個磨弄掉 所以才看起來 所以才看起來就是像這樣 喔 差很多欸 怎麼這個畫面再停久一天好了 剛剛那真的很筋喔 好 好 這就是 魚卵的教學 魚卵的小教室 對不對 限學限賣 這會不會剪子 這好像很不行 好像沒有看過這樣子 這就是 對西部非常不尊重 所以我都不敢拍這個 沒關係啊 在我們離開之前 這也一定會不見 好好笑喔 從那個洞一送來都害我嚇一跳 在我身後而已 第一名店吃的第三盤 耶 買的那個都加牛奶 賣片就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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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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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我的餐飲餐 這是酒店 歹歹歹